你早上食材要好 操作方法得当 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大家切这块的时候 一定要让它大小均匀着点 凉水下锅就行了 你要做红灰 烧 就这种胡萝卜最好吃了 两根胡萝卜 一个土豆 先把胡萝卜放进去 搁点盐 搭料瓣 有一个初步的底味 给它煮一会儿 您就可以下土豆了 第一个是让它入味 第二个是什么 让它成熟 快出锅的时候 您搁上两片姜 一段葱 底味就没问题了 这焯水呢 一定要焯到什么 这墨白了才行 这个肉已经非常紧实了 就算焯好了 五斤牛肉 您放同等量的水 葱姜 这时候给它搁进去 整片的香叶 您三片就行了 丁香 五斤 您就放五颗就行了 黑胡椒呢 大概在15粒到20粒左右吧 五勺呢 是10克 少搁一点白酒 开锅之后 给它上盖 上个气 15分钟 我把肉倒出来 把这个料呢 往外打一打 大家看看这汤了吗 很轻 咱们现在开始会啊 用那个清油 来煸这个洋葱 香气一出来啊 就行了 煸洋葱的这个底油 倒回来一点 黄油 煸完洋葱的这个油 再加上黄油 它很香 这里边呢 咱得来一点面 千万不要火大了 火大了 这面就容易糊 这个面香味一出来 融合着这个洋葱的香 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番茄酱 继续煸炒 现在你看啊 它很稠 这时候您再把最后这一片黄油 给它加进去 用这个黄油给它润开 这个油 酱充分地融合到一起了 洋葱 继续煸炒 这一步是咱们做红桂 最关键的一步 您做这一步的时候 有点耐心啊 这个汤 不要夸一下就冲进去 给它一点一点的蟹 蟹子让它稠乎乎了 它的稀稠程度呢 是在什么样呢 是跟那个芋面粥 这样程度就合适了 咱们现在呢 用糖调一下口 就让它回口甜 最后出锅 您加点白蓝地 或者加点黑胡椒 现在您不加了 这味道也够了 咱们把主料放进去啊 让它小火箍得一会儿 把这个味儿呢 让它融合融合 正好这一份的量 它最好吃的是这个汁 跟吃巧克力是特别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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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